香本身是一个站在实体跟无形世界的交界点 烧香 看香 烟伸起虚空的时候 就提醒我们我们一定是往前走 不要往后看 我们就往前走就可以升华 我是林时锋 是一名香道师 那么从小20岁就研究秘宗 对香道已经有浓厚的兴趣 大学毕业之后就做一个股票经纪员 做的还可以 那么每次买卖股票觉得生活也是乏味 没办法自己的会面提升 所以按照老师的兴趣就是香道 往香道去发展 第一个国家是到了中国 那么中国学来基本香道就没办法再学 因为文化的断层 所以老师得飞到日本 那么飞到日本呢 日本人是绝对不会传我们外国人 老师也通过朋友的介绍等等的影响力呢 好不容易日本的香道师传授给老师 也顺利拿到第八代的传承人的手艺 所以老师是华人第一代 所有的香都是全天然的草本 植物所做的 采取草本之后呢 有银干 银干之后呢 磨成粉 磨成粉之后呢 我们就要看我们要做怎么样的香来品 有三种类别 第一个呢是香粉直接可以闻 第二个是现香 第三个香丸 如果要做成现香的话 我们还要贴加这个南木粉 是自然的粘合机 就把它做成现香给品闻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香丸 香丸就要加上蜜糖跟酒 花销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品闻的 如何品香呢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打香转 把这个香粉倒在这个转里面 按照它的形状 按照它的图案 我们就把这个香粉压在这个转 一拿开的时候 有很漂亮的这个图纹 我们就在一角就点上这个香 就从这边呢 就可以品闻 第二个品法呢 就是香丸 我们叫做隔空熏香 一个香炉 我们就先埋炭 把香丸放在这个香灰之上 就来品闻 13种味道都不太一样 香粉是最纯的植物的味道 没有经过处理 所以你还可以闻到重要味的 现香本身可以处理 也是没有重要味 香丸本身 因为它发酵比较久 它烧出来的重要味也没那么浓 可以闻到甜甜的 蜜糖的味道 香道本身是一个艺术 一般人看香道 则是品闻而已 可是香道本身融合我们的 眼耳鼻舌身体都融合在一起的 色香味触法都融在一起的 怎么讲呢 我们打一个香钻的时候呢 手触香就感觉香本身的这个质地 就产生到我们心灵的安静 点上香的时候的味道直接入鼻 可以让我们定心 眼睛在关注在做这个香钻的时候呢 会达到定性跟专业的功用 在日本我们都讲呢 我们要停香 就是全心灌注 在我们打香钻 入这个香残的这个几节 吃香通过鼻子 入过喉咙呢 会生津 乳香 墨药形状呢 就是素质的结晶 不用处理的 直接放在碳上面就可以烧 就可以平稳了 乳香的浓郁度呢 会比较高 烧香的时候看到这个烟雾 缭绕身上虚空 飞上酒店云霄之外 这个香烟可以带我们一个意境 不但平静 月星以外 看出它的时候 产生很大的这个禅定的功力 由这个定呢 产生智慧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的话 就对香有一个错误的感觉 就是拿来拜拜的 可是古人呢 对香本身是非常神圣的尊敬 香道本身呢 在古人寿方式这个生活方式 香道本身 是融合了养生 文化 以及是艺术 三大方面 我们叫做亚道吧 就是身心里的 本身的体神 我觉得香本身的智慧 非常的广 也非常的深 通过香道 可以让很多人能够定神 从定产生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